刘国良被建议采用奥运会的选拔赛 决出奥运会的比赛资格 肖战主教练的一番话说得非常的聪明 直到如今的男当跟女当一共六人组 基本上实力远超日本跟韩国人球队 也能够帮助国兵稳稳拿到比赛的冠军 主要有两个看点 第一 刘国良被建议采用国内的选拔赛赛 决出最终的名单 并且肖战教练说出了一番大失法 但是为什么刘国良一直没有采用 国内的选拔大赛标准来进行人才的筛选呢 因为刘国良他深深知道 进行选拔大赛会存在很多偶扬性 毕竟包括了之前在国内的所有选手当中 周启豪他能够击败马龙 黄志东等主力赢下国内选拔大赛的冠军 那么女当的项目当中 尤其是包括了王毅迪 还有包括了陈信彤等主力 实力上也很强的 说不定会击败孙赢沙陈梦等选手 但是如果说在国际大赛 派出周启豪陈信彤 以及王毅迪等选手 能够保稳国兵拿到奥运会比赛的冠军吗 答案是并不能 因此刘国良会为了避免偶扬性的发生 所以就没有采用国内的选拔大赛 当时肖杖主教练的一番话呢 他就说得非常聪明 而且肖杖特别认可孙赢沙 王毅迪 方振东等队员 其中肖杖就说了 可以采用五强的循环比赛 简单来说 也就是派出国兵最强大的五名选手 世界排名最靠前的五位选手 让这五位选手进行轮环的比赛 也就是循环比赛 每一位选手都要跟其他的队友进行竞争 也就是五强的轮环比赛 这样的一个循环赛呢 足以绝出每一位队员的真正实力 打完之后呢 就知道谁的实力更强了 当然了肖杖主将来呢 他一直都主张 谁的实力更强 谁的排名积分 地位更高 谁就去打 这是最合理的 也是最公平公正的 第二个方面 国平要选拔出的男当女当 一共六名人选 实力上足以超过了日本韩国人球队 而且完全能够碾压对手 赢下冠军 但是国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高手太多 优秀的主力太多 不知道选择谁 刘国良也说了 哪怕你拿到奥运冠军 拿到世界大赛的各项金牌 你要拿全国比赛的冠军 那才是最难的 竞争压力才是最大的 因此 直到如今 其实无论国平选出谁来出战 都基本上可以保稳国平 领下冠军 包括了男当跟女当 世界前四名都是国平的选手 男当分别就是国平队伍当中的 樊振东 王楚清 马龙 还有梁静坤 女当则是孙银沙 王一迪 陈梦 瓦曼玉 一共加起来 这些选手都具备争夺大赛 争夺奥运会比赛资格的机会 总的来说 陈梦 孙银沙 瓦曼玉 出战女子的团体比赛 男子团体比赛 让马龙带队 搭档上房正东 王楚清 这样的安排最合理 大家是否认可 说出你的看法 也感谢抖音 投料的朋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